下大雨 然後因為是山上所以又起大霧 瞬間變成人間仙境 嗨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旅遊的最後一天 然後我們現在在西頭自然教育園區 而且我們兩個都是第一次來 嘿嘿 你先去買機 好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那個空中走廊 待會見 掰噗 我們現在在走一個很陡的坡 油圓車沒有辦法進來的 唉 唉 鳥都躲起來了 下雨天不會有鳥 空中走廊 空中走廊 到了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找這個空中步道 看起來很高耶 而且我剛剛游一下往上看 它是中空的 好不好我等一下上去我不會害怕 呵呵呵呵 來到這個自然教育園區 一定要來走的空中步道 然後它的樓層差不多是七樓高吧 22.6公尺左右 如果上去之後你沿著步道去走的話 你就可以欣賞它沿途的那個風景 它的零像 一年四季都會有不同的風景 快到了 我們現在是 有點像是在超捷徑 這個路比較陡可是 比較快到 下雨天 走這裡一定要 小心 因為它旁邊都沒有浮爽 沒有欄杆 哦 哦 空中走了 哦 這裡好漂亮哦 好舒服 你看 往下看 這是我們剛剛走的地方 這邊 我們剛剛從下面這條 然後抄了小小的解禁上來 看 這就是七層樓高 下面的人都像小螞蟻一樣 然後它這個 蹲空設計是有一點下的 但是其實 沒有仔細看的話 其實是看不到下面的 而且剛剛我們停下來 在上面拍照的時候 會有一點搖晃 它這個空中步道啊 就是最多一次只能一百個人 我覺得如果夏天來這個郎道 來這個步道走的話 應該可以很近距離的拍到鳥 而且會充滿蟲鳴鳥叫的聲音 空氣超好的 而且現在雨停的 那種大自然的 那個叫什麼 分多金的味道嗎 分多金有味道嗎 反正就是 那種 森林能量的味道 非常的 強烈 然後 我覺得走在這個步道中 它給我的感覺是非常 療癒非常舒服的 所以如果 大家有機會 來這裡的話 一定要來這個 空中步道走走看 現在要前往銀杏林 銀杏橋啦 我們要去看銀杏橋 突然發現了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你看 這是一個樹洞 小小的 然後就 藏在這棵樹裡面 好像是一個洞 然後它水果的好好 很漂亮耶 你看看到這邊 旁邊那種石頭都長青苔 感覺就很像 隨時都會有樹精靈出現 哇 整片都綠色的 好漂亮喔 我們到了銀杏橋 這座橋的造型很特別耶 它的側面看 它的側面看會很像波浪的形狀 這個木橋 它長36公尺 快1.6公尺 是全台最長的戶外木橋 而且它是用力學 去打造出銀杏的外形 所以我覺得除了來這裡 去走剛剛那個步道以外 這個橋也可以來 這個橋也可以來 過了橋之後沿著步道往下走 就會看到一排的銀杏 現在都轉黃了很漂亮 但是它數量並沒有很多 對 對 昨天去山林星比較多 而且 山林星的是比較矮比較小 然後這邊都長得很大顆 我們看到松鼠了 好可愛喔 很可愛 很可愛 要給你拍捏 對啊 而且還是超級正面 你不要動 我再幫你拍一張照 他們去那邊 看一看 它剛剛有跑過來靠近我們 對啊 它站起來 我沒有拍到它站起來的樣子 我沒有拍到它站起來的樣子 它的毛很漂亮欸 對啊 也許它有文化 對啊 也許它有文化 很漂亮 超漂亮的 它不怕你 它很喜歡你欸 它好近喔 它想跟你玩 忍衝衝衝衝 叔叔 小可愛 掰掰 掰掰 這個應該有人在餵吧 不知道 好可愛 雲霧飄渺的那種感覺 很漂亮耶 離我們很近 它就這樣在那邊飄滑 這個是野獅 野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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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喇叭很可愛 我現在人潮聚集最多的是在這邊 欸 橋不好走耶 很陡 非常陡 很陡 我覺得很可怕 而且它會滑 但是我覺得橋中間的景色是蠻美的 給大家看看 可以用木板底的走 這樣下坡還是可以 可以單手 是蠻美的 好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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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但是我覺得今天是假日 所以旅遊的品質沒有說很好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的話建議平日 好可愛喔 橘色的耶 橘色青黑 好酷喔 橘色青黑的食材 現在要離開園區 要回家了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過來玩 我覺得還不錯可以吸收 大自然的正能量 就到這邊